第二次提下列有关化学反应中催化剂的叙述哪些是正确的 老师上课提示过催化剂的重点要知道 催化剂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催化剂有做什么有参加化学反应 所以丁的叙述是错的 但是呢没有改变自己 所以丙的叙述呢是对的 那么能做什么能改变反应速率 所以叙述已是对的 但是呢不能够改变化学平衡 所以呢 物跟己的叙述呢是错的 同时催化剂就是催化剂 它既不是反应物也不是生成物 所以呢甲的叙述也是对的 所以甲乙丙的叙述是正确的 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化学反应中催化剂的叙述哪些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A甲乙丙